刚刚呢我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统计出来了美国和中国新巴克的数量 但是现在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统计中国每个省份的新巴克的数量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先找到中国 然后再按照中国的省份进行分组对吧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把这个注视起来 这做的事情就是统计中国每个 省份的国家的数量 电铺的数量 那首先和之前一样 我们DF就要选中中国对不对 就选中什么呢 Country 等于等于中国的 中国就是CN对不对 那么使用方向把它扣起来 就是DF DF Country Country 就是中国对不对 Country 对不对 这是中国 然后呢我们要取其中的分组的依据 对不对 那分组依据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info对吧 看info到哪个字段表示省份 然后呢我们再groupby一下就好了 对吧 这里写是等等于对吧 因为是bore类型嘛 所以肯定是等等于对吧 在这个地方states province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把tata data 然后呢也是一样的group的 glooped 等于 参加data 叫groupby 然后呢by写上一字段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它对不对 然后再count一下 是不是 来count一下大家可以猜到 它肯定结果包了很多列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取brand那一列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见 之前的时候我是在这写的 现在我是在这写的 对不对 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看到之后的结构是不是一个dataframe 那么对groupby对象的话呢 它其实虽然我们看到它可以进行便利 但是呢 它最上面肯定也是 列所里它都是有的 都是有brand的呀 或者store number 这些都是有的 也是可以取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来打印一下这个group的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名字在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按照这种序号来的 在它原则数据里面就是这种序号 11表一个省份 12表一个省份 然后一直到最后的 就是2表另外一个省份 能理解吗 可能你们呢有一些敏感数据 比如说台湾是吧 到底属于中国呢 还是属于台湾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在里面呢 它为了避免这个省份带来的这个起义 或者说带来的误解 对吧 不想操作什么争端 所以说它就直接用出自表是吧 那省份下面呢 它其实还有市的 它还有市 那到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要统计每个省份 比如说统计 每个省份下面的每些市比较多的话呢 可以看到市它是有名字的 但是在省份这个地方呢 它是没有名字的 所以现在呢 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可能要相当于是比较麻烦 我们也得找到 这11代表哪个省 12哪个省 13哪个省 我们都得把它给找到之后呢 当我们去绘制出 绘制出这样一个调研图的时候 才是相当于说绘制的比较方便的 对不对 不然的话呢 可能我们会在X组织上都是1112这种数字 别人压根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省份 对不对 当然这个事情可能需要我不要去做 这是这个地方 刚刚呢我们讲的这个是关于分组聚合这个操作 那么我们也简单说了 group by按照某一列进行分组 我们只要写上列表就好了 那么反对group by对象 然后呢是可迭代的 然后每一个元素呢是一个元组 元组呢是是什么样子呢 是所以就是加上分组之后的data frame 这个所以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按照什么进行分组 那个分组之后的唯一值 比如说按照国家进行分组 这个所以这个位置呢 就是这个元组的低零个位置呢 就是比如说UK或者CN 对吧 然后之后另外一个数据呢 就是全部的CN对应的data frame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之前的问题我们刚刚也做了 我们要统计中国和美国的数量 我们直接进行加聚合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或者说呢 我们如果不想进行聚合 我们也是可以统计一下 中国对应的那个data frame 它的长度就可以了 对不对 它的shape就表示它行多少个 那么同样的聚合那块呢 我们刚刚也讲了 在这个地方 常见的聚合操作有很多 它都是经过Pandas进行优化的 比如说Count 计算数字中非NA的数量 它是统计这个数量的 那么Sum是求和min的均值 million的中位数 然后VLSTD标准差均差 标准差方差 那么还最大值最小值 都是通过聚合操作 可以直接点什么 点什么来用的 点Sum就是求和 对不对 那这个简单的分度聚合呢 我相信应该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下面呢 关于分度聚合呢 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东西 那比如说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说我们需要对国家和省份同时进行分组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操作 对吧 我们刚刚在by这个地方呢 只写了一个 字符串 表就是列明 对不对 那其实呢 在by这个地方呢 我们除了写这样一个字符串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写什么呀 还可以写这个列表 列表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要按两个字段进行分组 那么我们把两个字段就放进去就好了 理解吗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 直接把内列放进去也是可以的 df取到country那一列 df取到state province那一列 然后呢 对大家进行这个分组 理解吗 就这个样子的 这是我们按照多组进行分组之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所说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按照多数 多个组呢 进行 多条件进行分组 就是数据按照多个条件 进行分组 那么也是一样的叫做df 对不对 df 然后呢 我们可以对它取什么呢 取它的 就取brand这一列 取brand这一列之后呢 我们加group by 那什么基因分组呢 我们by 就是呢 可以传数字字符串了 对不对 那就是呢 我们可以看country 可以传 this province进去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大家看我这样写有问题吗 我这样写有问题吗 我们取到了df的brand那一列 它是个series类型 series按照country和state province 能进行分组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series里面 压根就没有country和state province 这一列 这两列 对不对 所以你肯定是没有办法 直接按照这种方式 进行分组的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按课件上 那种方式去写 就是df的 我们对df里面的brand 这个series类型 进行分组 上了什么呢 按照df的country和df的state province 这两列数据进行分组 我们可以这样写 这样写是没有问题的 能理解吗 那我们使用group 对于它 然后呢 也是一样的 叫counter一下 我们print一下group的 就这里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当我们想取其点某一列 对这个结果进行分组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df给加上 就是按照df里面的 到底哪列进行分组 这个东西给加上 才是可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这group呢 好像我们之前不太一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是个什么内型啊 这个结果 现在它有三列 对不对 有三列 会是什么内型啊 我们来type一下它 对不对 很多同学可能会猜 它是dataframe 因为它不止一列 对不对 那其实呢 它不是的 它是个series内型 这个series内型呢 它居然有三列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真正的 后面这一列是数据 只有这一列是数据 那前面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前面这两列是什么呢 前面这两列呢 是所以 关于所以呢 为什么它会有两个所以 对吧 关于这个事情呢 我们等一下来一下 那么现在大家需要知道 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只取一列 对它进行分组 之后的结果呢 会是一个 这种 这种带有两个 所以呢 这样series内型 为什么会有 带有两个所以 因为我们刚刚是按照 两个条件 对它进行分组的 我们既按照 country进行分组 也按照 state和province 来进行分组的 所以呢 它的这个结构呢 会有两个所以 一个所以 是country对应的 这个所以 一个所以呢 是state province对应的 那个所以 当我们同学 只有一个的时候呢 所以就有一个 同学有两个的时候呢 所以就有两个 可能有同学小 那么 我这里有三个了 对不对 当然了 三个可能性很少了 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尝试的 对吧 也是可以尝试 这个地方 那么 这是我刚刚在这里 按照课件的 这种方法来写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说我们对 df进行全部分组的时候呢 我们是 不用写这个df 方块了 直接写country 和state province就可以了 因为在df这个 数组里面呢 df这个dataframe里面 它是有country 介绍和state province介绍的 对吧 那如果像这种 下面这个样子 我们取到country之后 对这个country进行 按照country 或state province进行分组的时候 就必须特别注意 必须把df加上 理解吗 那么当然 除了这个 后面 我们可以 像什么样子呢 进行分组之后 古入拜之后呢 取country这一列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效果和实现一样 那么这个country这一列呢 我们可以放到count后面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取的是 country那一列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 这里是样子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在这里返回的结果 刚刚我们也写了 它是一个series nation 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 我就想让它返回一个dataframe 怎么办呢 我想让刚刚写的这一行 返回一个dataframe 怎么办呢 把它传到dataframe里面 这个操作呢 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是呢 这操作好像很麻烦 对不对 反为dataframe 那么我们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group的 gloeped 等于df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来写 brand 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去吧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给它frame了 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df下面 这个地方 取直这个地方 加个funcore就可以了 加个funcore 表什么意思呀 我们之前去放一个字幕块进去 表示取一列 那么我们要取两列 去多列的时候 是不是用funcore来取 所以现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按照funcore来取 直取brand的这一列 理解吗 这个地方能理解吗 当然了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里 也是一样的 或者呢 我们把这个结果放到这里 也是一样的 这有三个group 把前面 注视起来 里面写个123 这样三个group之后的这样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 重新一下group1 然后type一下group1 然后呢 2 3 2 3 咱们这新花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首先 它都是一个对待frame 对不对 都是对待frame 我们看一下新花在哪 新花在这 也是对待frame 对不对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也是对待frame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因为刚刚呢 我们使用funcore 这种方式来取 funcore 现在的funcore 就是方式来取的 它告诉我们 取的是多列 对吧 如果说我们不写方块的情况下 它取到这个series 但是方块 怎么在线的方块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dataframe 那这个测试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样一个iPad 里面来尝试一下 我们看到iPad 里面刚刚应该是有个dfe的 我们看一下dfe是什么样子的 它就这个样子 dfe毫无疑问 肯定是个dataframe了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取c 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类型 它是什么样子的 它肯定是个series类型 对不对 series 那么方块里面再签的方块 我们前面知道 我们可以东方式来取两页 对不对 这肯定是个dataframe 对不对 那因为它有两页 我们现在只有一页的情况下 它一软也是一个datafram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 虽然它只有一页数据 但是它仍然是个dataframe 这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只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小的细节 一个小的语法堂 大家了解一下它 知道它可以这样来做就可以了 那么后续在保鲜情况下 我们想取一面 我们还仍然希望它是dataframe的收拦 我们就可以使用funkware 签到funkware这种方式来 能理解对吧 那么就是刚刚这个地方 然后呢 要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放到这刻意上面来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funkware签到funkware 你把它放到df前面 放到这儿 放到看的后面 都是可以的 和前面的区别在于 当前这里仿佛的dataframe 而前面这种操作呢 仿佛的series 用单纯的只取得一面 而现在呢 虽然说单纯只取得一面 但是我们是通过 取dataframe的那种方式 去专门取一面 所以仿佛的结果呢 就是一个dataframe 对不对 那么下面这样一个问题 和之前使用一个条件 来进行分组相比 当前仿佛的结果的前两面 是什么 当前结果仿佛的前两面是什么 我们刚刚是不是看了两个 这就是前两面对不对 这是什么呀 我们刚刚也讲了 这是两个index 为什么会有两个index 因为我们分组的时候 是按照两个条件进行分组的 一个条件有一个index country在前面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index country这个所影呢 它是在前面的 state province这个条件在后面 所以仿佛结果这个地方呢 state province 它是在后面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为什么会有两个所影 两个所影的所影 叫做什么呢 我们经常把它叫做复合所影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这个pandas里面的所影 和复合所影相关的知识